我身後就是Kirula的City Hall 其實我剛才經過的,我一點都不覺得起眼 大家看到嗎?覺得怎樣? 很普通,對不對? 我剛才就是這樣想 因為在地圖上,就是我看旅遊書說 這個City Hall是必定要參觀的 我剛才在外面走過,它是關閉了 我剛才問人,City Hall在哪裡? 他指著這邊 我就拍了一張照片給他看 就是一個店主 對,就是這個 我問,為什麼會這麼有名呢? 因為曾經是獲獎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如果能進去的話 是很華麗的一個City Hall 第二,就是原本這裡有一點遺跡 原本有一個很巨型的燈塔 中樓 整個中樓就拆了,搬到新的City Hall 新的City Hall就是這個城市的後面很遠 在東面,不知道兩公里還是三公里以外 但問題是,店主給我解釋 它發生什麼事呢? 我之前看過資料 就說這個城市 就是因為鐵礦牆的問題 就要搬城 我來到的時候,覺得沒事啊 因為當時就說一下 因為我剛才拍了鐵礦牆 整座山鐵礦一邊掘一邊掘一邊掘 因為掘到,其實我們現在身處一個位置 就是整個鐵礦坑來的 但是我昨天晚上來到 我走了一陣 我今天又走了一整天 我又完全不覺得有任何東西 但原來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裡面呢,淘空了 整個城市下面都一邊掘一邊掘 淘空整個城市 隨時就會塌 就是說你不知道突然什麼事 突然整個陣就失敗了 就是在一個深限裏面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這裡其實下面全部都是鐵礦來的 那麼政府剛才那個店主都說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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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有的錢都是在這個城鎮裏面 所以呢 他說在2022年之前 那現在是2018年了 還有4年 2022年之前 我眼見現在所有這裡的所有建築 無論是漂亮與不漂亮 新與不新 所有建築都會產平 搬過去那邊新區 東邊的 不知道三公里還是五公里的地方 市民要搬走了 商店要搬走了 酒店搬走了 那他就說 那火車站呢 因為昨天我們是兩公里以外的火車站呢 那他就說 Politic!Politic!Politic! 那我就說 好笑 我說Arctic的Politic 就是說北極圈的政治 那他就說 原來那些政客呢 就想把火車站呢 搬去新那個區域的市中心 其實是對的 你一出火車 不是去到市中心 對的 但問題是因為太貴 造價不起 不是大陸啊 不是中國有錢啊 這裡是北極啊 大哥 瑞典的北極區 你看到很多地方 泡泡爛爛爛都沒有維修 就知道這裡都沒什麼錢的了 稅收又少 對不對 那些人在冬天 那些人說 雪茄加夜 但是他不是只有 他不是只有一個北極的城市嘛 這裡附近挪威 芬蘭搶了很多生意 所以呢 就 爭到現在都爭不成 究竟火車站起不起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 原來我今天見到所有 見到很漂亮的古蹟 建築物啊 全部都會拆走 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很多公園 森林啊 全部都要剷平 那就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更加大的鐵光牆 以及其實已經掘到深坑了 整個城市根本就會倒塌了 所以人類真的很恐怖的 人類真的很恐怖的 我想說 那這個北極城市呢 還有四年就完了 所以我突然覺得 我這次來很適合啊 因為如果我不來的話 那整個城市就沒有了 而且見證不到這個 將會毀滅的城市 我當然是來得很適合 和見證毀滅的城市 完